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随着主团党主席慕尤丁呢 带着土著团结党呢 退出西盟 令组国民联盟的新政府之后呢 公正党主席安华 现在就强调说 西盟只是剩下三个政党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呢 就被媒体追问说 土著团结党的主席马哈迪呢 现在还不是 还是不是这个西盟的主席 安华就只是表示说 西盟啊 现在只是剩下的成员党呢 只有公正党 行动党 还有诚信党 他说 这个问题啊 你需要问他 这个他就是马哈迪 他说 他可能明天又会改变想法了 安华也很幽默 但是他也是很无奈 那么虽然敦马呢 他失去了首相的这个职位 但是但是 他依然是一名 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 他跟所有政治人物的关系 互动交流 见面都是媒体的焦点 我觉得 不管他是在朝还是在野 许多曾经跟他一起合作 或者竞争过的政治领袖 对他都很有意见 也有不少的埋怨 牢骚 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发飙发作 因为敦马是一名 德高望重的马来领袖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很有江湖地位 如果要动他的话 不是不可以 是要很婉转 很技巧的方式 因为他的政治高度呢 是过去从政 50多年来所累计 通过他打败所有的对手 累计而成的 他的成绩呢 不是老爹给的 而是靠快 很准的策略 给打回来的 那我们回来再关注一下 今天早上 安华在回答记者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西蒙现在有哪些盟党呢 那就我所知啦 我们今天早上 在讨论的时候呢 确立的盟党就是 公正党 行动党 还有诚信党 那土著团结党呢 在几个礼拜前 就已经决定退出西蒙了 不过他也说呢 我们跟马哈迪的关系 这个合作的关系呢 是可以再讨论的 好我们再来讨论 那么现在大家都把焦点 放在敦马跟西蒙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他们还能够合作 还能够一起做下来吗 敦马他接受西南海人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酸了这个安华 说你得不到马来人的支持 因为你是自由派的 那么马来人担心 自由派担心他们 本身的这个权益 会受到侵蚀之类 他的言论呢 似乎对西蒙来说 是不这么的友善 在这里就讲个小故事 姆怡定在他宣布 内阁名单后的三个小时呢 西蒙原本呢 按照原定的计划 在一个会展中心 举行捍卫人民尊严的集会 当时呢有许多的新 西蒙的大咖领袖 就比如说马萨布 林吉祥 安华呢都出席 要向各党的自治者 汇报最新的政治局势 原本这一场的这个集会的 亚洲演讲者是马哈迪 但他始终没有出现 敦马的这一个缺席呢 就引起了很多的揣测 而公正党的总秘书 他就第一时间跟媒体说 其实敦马没有来 是因为他要从基隆坡 从这个他本身的这个选区 朗高威来基隆坡 所以一些东西可能安排不到之类的 但是他的缺席呢 已经让大家开始猜测 特别是西蒙的自治者猜测说 其实敦马是不是再一次的离开西蒙 或者是用他们常用的词 就是背叛西蒙了呢 那当然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也有说啊 马哈迪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 马来人呢是拒绝安华成为下一任首相 针对这个说法呢 安华就认为说 只有马哈迪呢 是拒绝他成为下一任的首相 他就说马哈迪是拒绝我了 但是我不确定呢 马来人是不是真的拒绝我 那安华就表示说呢 他在波德森议席补选的时候呢 是获得60%的马来选民的支持 而在巴东普的国会议席呢 也受到了大多数的马来选民的支持 他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证明说 他是还是可以得到蛮多马来人的支持的 其实如果将敦马跟安华来做比较的话呢 敦马确实获得更多马来人的这个支持 刚才又提到了他从政50年 然后他的这个政治手腕 他的江湖地位 他的这个高度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那么现在敦马跟西蒙之间的这一个关系 西蒙是不是需要画一条很明确的界线呢 就是跟敦马各息呢 从安华的这个记者会的谈话来说呢 他还保留着这个谈判的这个空间 就是那个大门还没有关上 因为喜欢与否敦马在这个政坛 在这个政局上有他一定的这个角色跟功能扮演 因为他有这个道德高度跟这个江湖地位 是其他西蒙内的马来领袖所没有的 那么西蒙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他如何向支持者交代 说马哈迪依然是一位可靠 而且有领导能力 有诚信的这个政治领袖 因为敦马在这个处理交棒的课题上呢 一直反反复复 那么西蒙支持者已经开始对敦马起了这个质疑 认为说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放下敦马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领导力 然后重新结合力量 重新再出发 就算来一届大选 第十五届大选 没有办法拿下布城的话 无所谓 但是至少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然后把焦点放在第十六届 就是下下一场的大选 在重新出发之前呢 西蒙还有一些内部问题 确实是有待解决的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下星期一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点新闻 点新闻